那后面的话就是那个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 所以出了一连串的那个电子书籍 那其中我这边我负责是生活探术机的系列 好这边你看到下面这边 生活探术机的系列 那这里的话我们预计会出十本 目前已经出了五本了 我们从五个角度 目前是从五个角度 就是从那个交通工具 第一本这个交通工具 第二本那个第二本是电器 第三个就是水资源 第四个那个纸的资源 后面是食物的资源 就是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生活中这一些 食衣柱形它会产生多少碳 我们从了解之后我们就知道 啊原来这个 这个做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产生的碳 碳排放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那你每个都知道了之后你就知道是哪里 你是可以从各种行为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工程 又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节约 又或者是我们用另外一种的材质 买另外一样的东西 还是使用习惯的改变 可以让可以让我们的碳足迹所减少 那这样都会对我们的环境有所帮助 因为我这边也是说绿能 也是跟友善环境有有所关联的 那这个是刚好是关过不久 去年的7月1号的时候 在红亚书房那里 没有开过讲座 红亚书房应该 可能我们里上的小孩子比较不知道 呃一真你知道红亚书房吗 我有听过好像是 独立书房然后会办一些讲座之类的 对我们家 但我好像我是没有进去过这样 没有进去过 现在是以后我们办活动带你一起去玩 嘿嘿嘿好啊 对啊 他那个他的红亚书房的屋主也是那个 嗯工事台语台 工事台语台 主持人 也是嘉莉的一个蛮活药的文化人士 那 啊 终于讲到我大必杞这件事了 其实是这样的 我 我一开始的话就是从那个工程领域 我当现场工程师 那又回到学校做绿能的研发 那开始接触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 那做着做着 从105年 105年的11月 所以我现在也四年多 快五年了回到学校 从学校那边回到李商那边 那李商这边的话 我是前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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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的那时候7月份的时候就回来 李商这边参选 那因为之前 我在李商出现时间很少 因为我在云林那边当工程师 那我本身也是因为是轮班的 所以大概是家里有事的时候 我再回来帮忙 那因为那个老爸家 老爸那时候身体刚好有些状况 我就回来 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面临很大的挑战 就是家里家里有需要帮忙 也是算家族危机 我一定要回来 我家里三个男生我是最大的 第二个是 我是科研宅男 你们看之前经历就知道了 写书写书是前年的事 办活动也是前年的事 所以在这之前我都是科研宅男 身为一个科研宅男要跳下来 跟大众接触 你要知道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抗 我从不喜欢跟人家讲话变成 我现在会去找人家讲话 这个是 现在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当初的话 当初我回来那时候7、8月的时候 回来跟着老爸 老爸是老里长 接访拜访的时候 那时候我进来会觉得 用小孩子听的短话就是 我爸如果损一滴血 我觉得我要损五滴血 我的HP很快就见底了 但是现在听 现在感觉起来会很不可思议 明明自己理善会是最熟悉的地方 最不用怕的地方 我不是从零开始打拼 但是我那时候会觉得 就是一滴血跟五滴血的差别 走个半小时我就觉得很累 为什么我要跟一堆人讲话 那 所以接着我回来 就是我回来开始那个 因为有有之前的基础 还有大家信任 我就当选当选了之后 那时候我还做一件很 我也是觉得那都干嘛这样做 就是那时候7月就回来 那个地方这边那个开始露脸 我8月的时候 竟然跑去参加文化局的博物馆 科的市民研究员的政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就是我要回来 我要去参加这个 那那时候我们市民就很就是 这边有好几位是市民就很深远 然后会章姐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 就是我们嘉义士的博物馆 因为我们其实嘉义士的名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博物馆在哪里 我也是回来之后 他知道嘉义士原来有博物馆的 因为我们的博物馆是地方式的 他不像台中的美术馆 台中的美术馆或者科博馆 他几乎其实他已经算是国家等级的了 国家等级的状况下他的经费他的投注 以及美术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断的 幻展 他有新鲜感 那博物馆这个东西 我们下去了之后 有可能几年才有经费换一次 而且活动类又或者是展类就比较活动类 这样子相对就比较难参加 所以我就跑去看看 嘉义的博物馆到底做什么 可能是想多认识一些 文化领域的朋友吧 那我再往下 从在上面看到 我们嘉义士有很多讲师之后 嘉义士有很多讲师之后 我就开始积极的参加 嘉义士一些文化领域的伙伴 他们所办的一些活动 像这个杜八出的嘉义院警馆这里 有办一个那个木杜嘉义的走读活动 这里我有认识不少老师 比如说郭英文老师 这些之类的 那这个影片放下给大家看 大家里面可以看到 我刚回来嘉义 就是现在在大概两 4月13号的活动 2018 2019 4月13号的活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两年 又两个三个月前 我是长什么样子 要打开 影片这样看得到吗 好像不行了 我再分割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